中朝最后一轮比赛,长春亚太零比二不敌大林一方,不幸将棋,赛后,亚太球员有些失落,但多数人没有落泪,法拿是亚太球迷痛哭流气。 对于亚太来说,他们不少本土球员实力出色,或许不用贴中假,很快,亚太阵中的不少人就会被中超队挖走。 此外,关于下赛集中潮,目前也有一种对亚太有利的猜测,比赛结束后,亚太球员现场,写在球员门鱼上的只有失落,不像其他球队降级,大多数球员会跪地,躺到,痛哭, 而亚太球员还是很冷静,北京电视台天天起乐主编王素说道,请大家注意,长春的球尼痛哭流涕,但是亚太的球员却都相对冷静,也许,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。 而球尼则纷纷猜测,是不是中超要扩军了,亚太能够留在中潮? 当然,目前情况只是猜测。 此外,名嘴董璐也在社交媒体上写道,足协抽调人马组织U25国家集训队时,曾表示,不会对联萨产生实质性影响。 长春亚太,先不忽,不过,就算亚太真相习,他们阵中的许多人也不愁中超捞脚,例如何超,范小冬,弹龙等,都具备不错的实力。 一直以来,恒大都对和超感兴趣,这位U23球员,是转会市场上的香摩摩,而范小冬和弹龙也都是国脚级别的球员。 总之,近看长春亚太本赛季的表现,他们降级也是咎由自取,本来形势一片大好,最终却八轮不胜降级。